听了已经装好了 开关 这个3000K的色纹的颜色 4000K 5000K 白光 这个是去水蒸气 镜面去水蒸气 这红色表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这个干湿分离的 这个应该基本上用不到 现在我就准备安装这个镜子 拆下来 这个镜子是在Costco买的 我觉得在Costco买东西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去选 因为Costco的选货的机制太厉害了 这个产品的功能 还有价格各方面的性价比都是不错 而且这个镜子 我喜欢它的好处 就是说它这个四周的话是那种LED的灯光 这样的话你不用在上面直接的装灯光了 它这个开关就在镜子上面 这比较一个新科技的这么一个产品 这样也省去了我在墙壁上装开关了 又新颖安装又简单 现在我就开箱了 这些换的也就是 那是看的 是看的 真的是要放射 我今天就会放射 上吧 这些个这就是 我来的 我来的 安装之前我们要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怎么一个安装方法 这是它的装箱单 里面的螺丝镜子 两个螺丝 两个子 站管 这后面的是一个接线的电源 怎么样安装螺丝 这镜子是多大 高度是80.2厘米 31.57英寸 它说镜子的最下面离水池 最少的不是少于10厘米 3.94英寸 最少啊 就是说距离它的高度 它毕竟这个随时还有水啊 安装方法 安装方法 这个镜子是两颗黑线 两颗黑线的话 我们预留的话是一黑的一白色的 这个N 它上面贴有标签的 N的话是接在白线上面 这个black这个黑线就接在黑线上面 我们记住这N接在白线上 就是零线就可以了 这个也很简单的 把它安装好了以后 把它这个挂上就好了 这就是开关 首先我量一下 这个水池的中心点在哪里 10厘米 4英寸 在这我要装的高一点 在这个位置 镜子的高度是31.57英寸 我们找到这个木板的这个中心点 是1.87英寸 这样的话下来是 最下边是31.57英寸 到接近32英寸 把这水龙头露出来 也不要在水里建到镜子上 要没事这总得插它 稍微高一点 现在来是3-4英寸 和今天买了 给他手载好 现在是3-4英寸 那么多 我 cadence下来 断搅拌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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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它盘好 好 听了已经装好了 这个开关 这个3000K的色温的颜色 4000K 5000K 白光 这上面还有一层塑料膜 我最后再把它戒掉 现在先保留 这个是去水蒸器 镜面去水蒸器 这红色表就是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这个干湿分离的 这个应该基本上用不到 这样 还不错 这些是有什么东西 这些是水蒸器 这些是水蒸器 有什么东西 那么快点